好 連續假期在今天收尾帶著微涼的東北風 中南部早晚的溫度是比較舒適的 但是白天依舊沒熱 至於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趕快為您整理的山海氣象 屏東的西智牡丹跟滿洲最低溫21度高溫 是來到了27度六亿 但這樣的雨是 太無來跟春日最低溫20度高溫是維持在27度 三地門舞台跟馬甲最低溫17度高溫是來到了27度 高雄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12度 感受上已經偏冷了 而高溫是來到了26度 嘉義的阿里山溫度是同樣落在12到24度之間 多運到晴的天氣 南部的原鄉地區最低溫10度地點是在仁愛而高溫 25度 台中的和平溫度是落在16到24度 留意短暫的雨室 苗栗的原鄉地區最低溫19度高溫是來到了24度 新竹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14度地點是在監視而高溫23度 北部地區來更復興最低溫17度高溫22度 留意短暫的雨室 宜蘭的大通跟南高最低溫17度高溫26度降雨機會非常高 花蓮的部分新城花蓮市跟吉安最低溫24度 高溫是來到了26度降雨機會最高有7成 縱古地區最低溫17度地點是在監視而高溫25度 台東的海岸線最低溫23度高溫是來到了27度降雨機會最高有7成 縱古地區最低溫17度地點是在海頓而高溫26度 陸野台東市跟北南最低溫21度高溫28度留意短暫的雨室 南迴地區最低溫19度地點是在清風而高溫27度 雅美大夫突然的南雨溫度是落在24到27度之間 外島的蓮江金門跟澎湖最低溫21度高溫是來到了26度